2020南投县农特产品展示活动 日前在日月潭向上游客中心热闹举办 现场提供各种水果 红茶咖啡等农特产品 让民众免费试吃 吸引许多人排队品尝 很开心我们可以 从我们的农会和我们的三小班 这些好朋友 这些农民来到我们 天地和一些谈的向上活动中心 刚刚我们的农天 我们的疫情就有点过了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三小班 和农民朋友来办一个提供的活动 今天最重要的 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翁来 和豪林国来办一个畜牲的活动 南農卿有许多优秀的农民 所产出来的水果也相当优秀 藉由这样的展示会 也能够让游客 更加认识南投县优质的水果 再来我们农会 农民也种很多很优秀的水果 比如说木戴、古都、百香果、建议 党党 找到这个温天的时间 来到我们这些风景 这么美的农会 而我们的地区也有很多 讓我們的外地遊客來品嘗我們的南道館 優秀的鳳梨 火龍果來做一個行銷 也探求這個機會讓我們的農民增加他們的收益 跟我們在地也好 外國也好 都可以吃到很優秀 很新鮮的水果 新議員蕭之泉相當肯定南投縣農會的用心 也期望只有展示會能夠推廣線內的優質水果 我們南投縣農會今天特別安排來到我們風光明媚的日夜壇 象山活動中心來辦理農產品的展示 我們知道象山活動中心平常遊客就相當的多 縣農會利用這個機會在這裡做縣內各鄉鎮的農特產的推廣 我想這個對我們現在各鄉鎮的農特產及各式水果的展授 能為地方帶來另外一番不一樣的一個榮情 希望透過辦理這樣的展授會 不但能夠展授南投縣最優質的水果 也能夠讓遊客品嘗到最新鮮的水果 藉此將農特產品推廣出去 記者邱平逸於是賽訪報導 你越來越大越年級不足 我們在線上學會大學生 我們在線上學會大學會大學生 我們在路線的度 由然而我們在線上學會大學